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 有意對中國祭出百分之六十關稅 經濟部次長陳振齊今天分析 部分臺灣企業將因轉彈效應受賄 但也增加全球貿易的不確定性 也為臺灣的經貿帶來難以預測的影響 美國總統當選人川普即將回歸白宮 選前提出關稅政策 促進產業回流美國 加強出口管制 加速與中國的戰略脫鉤 外界預測恐再次打響關稅戰 也牽動臺美貿易未來走向 外交部次長田中光二十號 副立法院進行專案報告 表示將密切關注川普的經貿人事布局 也指臺美經貿科技對話以建制化 預期川普政府上任後 將延續包括出口管制 投資審查等各式反制措施 以持續維持其領先的地位 並防範中國 取得各項新興關鍵科技 田中光強調臺灣是美國供應鏈 互惠互補的合作夥伴 美國去年也成為臺灣對外投資首選 臺灣企業對美投資 有望創造當地就業機會 至於川普主張單邊主義 立委關切是否促進臺美FTA談判 在美國振興製造業的政策目標之下 跟他來做這個雙邊的對話 能夠推動臺美之間的貿易協議 是有可能但是要有創意的做法 而且我們要努力來推動 針對川普打算對中國全面祭出60%關稅 經濟部次長陳振齊坦言 部分臺灣企業將因轉單效應受惠 但可能對臺灣經貿帶來更多的不確定性 立委追問川普推動美國製造 護國神山台積電的2奈米現金製成 會不會被帶到美國設廠 臺灣有1209家上市貴公司附中投資 以資通訊產業為主 未來面臨美中貿易戰的衝擊 影響首當其衝 陳振齊表示鼓勵台商回流 政府也會協助分散市場 轉移到新南向國家投資 記者黃慈傑 陳鴻義 臺北報導